你 那你要不要帮我 跟任师傅打个招呼 我只是一个总裁助理 而且负责的是 安盛商场的事 这酒店的业务 我无权插手 那你就别以 总裁助理的身份 你可以 总裁夫人的身份呀 别瞎说 就是还是要我瞎说嘛 整个酒店 没有人不知道啊 你从老板房间出来 被人看见了 然后他们就 叭叭叭叭 全世界的八卦 就传到我这儿了 咱俩又不是塑料姐妹花 你对我有什么好蛮的 咱俩可是同舟共济 一起吃过苦的好姐妹 好不好 怎么样 帮我一下嘛 你就是凭自己的能力 加上老板对你的赏识 申请正常的职位调动 这事一定能办成 你 你是不是真的没有常识啊 采购铺哎 多少人盯着的肥差 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有后台 这事如果你会帮我 撑销的话 我根本不可能进那个岗位 哎呀行了 我知道你也很为难 这事吧 我也可以请我男朋友 帮我忙 但是其实我不想让他 在心里觉得 我什么都得靠他 那以后 要是真过上日子了 那我在他心里 一点地位都没有了 干什么 别这样看着我 你自己知道不能 被男朋友看低 那我呢 那我跟你能比吗 这事你都不用 跟你男朋友开口 你只要悄悄地 跟人事部打个招呼 那人家知道你 总裁夫人的身份 不就屁点屁点 把这所有的事都给干了 谁会错过一个 拍马屁的好机会 而且我想过 我这事绝对不会让你 在你男朋友面前 抬不起头来 不管他会不会知道 我都不能利用 这层关系 那你就是不帮忙呗 那行 我辞职 辞职 那我怎么办 我总得抓一头吧 你看我 工作不衬心 朋友不帮忙 那这不是在逼着我 只能靠男人了吗 别说气话了 这男人能靠多久啊 那你还不是靠着王娟 当上了总裁助理 你现在不是也很好吗 我没有 你敢说他不是因为喜欢你 才让你在他身边工作的 别瞎说 反正不是这样的 那是哪样的 幸福有你吧 这礼物我不能收 拿过去 不收就不收 我告诉你 我送你这个 跟这个求你办事 没有任何关系 不把我当朋友 拉倒 当我什么都没说 再见